这位名故事奉过三位皇帝,年轻儿子也无法抵抗,结局让人拦倚其耻,佛门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了,而且由于信仰的特殊性,在不同的时代担当着不同的角色,佛教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。 佛教下有霓瓜,有和尚,在古代却有这么一位霓瓜,她做了霓姑以后,又跟三位皇帝都发生了关系,甚至最后连她的儿子都想娶自己的母亲为妃子,她就是北魏的全臣儿朱荣的女儿。 刚开始时候,世儿朱荣为了博取皇帝宠信,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皇上,主要是阴儿长得非常漂亮,琴棋书画样样精通,皇帝并入高框,太后就想掌握大权。 皇上死了以后,太后就把皇上的这些妃子们,全部送到了尼姑安做了尼姑,还下令要他们一辈子都不能回来,然后又辅助了一位新的皇帝。 这个皇帝第一眼看见婴儿,就深深的喜欢上了婴儿,而朱婴儿一看皇帝都是自己父亲扶植的,就有点得意忘形,也不给皇帝什么好颜色。 可是好景不场,又有其他家族催发了这个新的皇上,后来这个皇帝也死了,可是好景不场,又蹦出一个军阀,把耳朱是杀了个干净,不过唯独没有杀耳朱婴儿。 这是第三位皇帝依然爱上了婴儿,后来婴儿为皇帝生下了一个皇子,那个皇子就是高杨,高杨当时没有做皇帝的时候,还是非常的好的。 当他的儿子高杨当上皇帝之后,有一次喝醉酒想要聆听自己的母亲婴儿,婴儿肯定是一万个不同意,结果被自己的儿子杀了,还爱上了一个霍国殃民的称号。